而蔡总统过境美国会舞了 美国众议院议长反国 而共军回继军演 但这回的军演有专家说 有五大的特点与前辞不同 请婷婷带我们了解 中共共军4月8号到4月10号 一连举行三天的环台军演 可以看到是由东部战区主要负责的 为何会让外界非常关心呢 因为东部战区就是主则攻台的第一线部队 可以看到这次环台军演 主要是同步进行两个环节 一个是联合战备警行 以及联合利剑演习 那所谓的战备警循呢 就是结合了海警的量能 来进行相关执法以及扰台的行动 主要呢就是要不断进逼合围的态势 那可以看到呢 中共这次当然也自然的利用了 他们这次的环台军演 也做国内的宣传 所以可以看到他们的军事专家呢 也上了他们央视的节目 那可以看到这位军事科学研究员赵小卓 就说呢 这次的环台军演有五大目标和目的 包括了行动合二为一 是对台独分子的震慑力更强 还有包括呢 多兵军种的这个联合行动 有极强的针对性 而且实战性也更强了 包括士兵时装还有实弹 目标也相当明确的是要夺我国的 制海制空制信息权 那可以看到呢 其实中共这次的山东号航空母舰 在4月5号呢 也被我方揭露 有离开他们的母港 前往到西太平洋进行远航的航训 那可以看到呢 他们声称啊 这次呢山东号是有参与编队参演的 那当然也就是要切断 我们如果在未来要有这些外国的军演 来协助台湾的话呢 主要是切断这两边的联系 另外除了这个环台军演之外呢 在4月10号这一天 可以看到在大陆的 包括像是平潭 还有福建海事局 他们也公布会进行实弹射击 所以军事专家赵永龄就点名了 这个实弹射击的区域呢 是非常接近我们的马祖菊光岛的 主要呢行动就是指在切断了台湾奔岛 还有外岛的联系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